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九点整点新闻 我是谢怡伦 首先要带您关注的台风焦点 第11号台风 宣兰诺 今天清晨已经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目前警戒范围是包括了 宜兰 新北基隆 而且它目前还在缓慢的速度往北移动 对台湾的影响时间恐怕是要一直拉长下去了 接下来警戒范围还会再扩大吗 赶紧请教气象主播林敏锐 谢谢观众朋友早安 最新的宣兰诺台风 目前的状况它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一个强度台风 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其实还没有到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觉得台风已经讨论两天了 似乎可以缓一口气了 并没有 它现在的位置差不多是在我们的 尔兰比东方海面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 它现在速度渐渐的加快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可能走10多公里 稍微朝有点北北西的方向 或是朝北的方向前进 所以再来我们必须要观察两大重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 气象局预估它的七级暴风圈半径 会稍微扫到这边 我们的东北角 但其实它在今天晚上大概7点开始 慢慢北上过程中 宜兰就会先被扫到了 所以在今天的晚间7点到明天 大概是这个时间的前后 就是宣揽诺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 尤其北台湾刚刚一伦有提到 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警报范围包含基隆 新北 还有宜兰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没有台北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七级暴风半径 它可能顶多只会扫到台北的边边 可是再来就必须要观察 它的路径是不是有稍微偏西或偏东一点 西洋局都会随时的滚动式调整 我们也会帮您掌握 当然台北市的观众朋友也不要轻忽 目前最多雨量累积预估 就是在台北市的安部 有261毫米 还有其他的山区雨量也都很惊人 请要注意了 还有海浪的部分 您看包含风 蓝雨有11级 还有离岛地区其他部分 都有10级的强震风出现 包含今天越晚风势雨势 北台湾都会越来越大 大家要比较注意 我们看这张图可以更清楚知道 其实它的暴风圈已经在稍早 过去三小时扩大了 现在七级暴风圈半径来到了280公里 它长得更胖了 所以我们台湾再来就要注意说 它的整个路径 还有它的七级暴风半径 是不是扫到我们台湾陆地多少范围 所以它慢慢北上 大家可以看到雨势 其实都会渐渐地扫进我们的北台湾 还有就是风也要特别注意 今天晚间开始 北台湾的风也会明显地增强 包含您看到颜色越深的地方 其实就是风速越快的地方 到了晚上的这个时候 其实北台湾都可能刮起 9到10级的强阵风 就算是台北市也可能会有7到8级 所以晚间外出行程 不论山区不论是海边 甚至是待在家中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一来看一下 它目前的行进速度跟状况 它刚有提到 它渐渐地会朝有点北北西 或是朝北的方向前进 现在每小时的速度有稍微拉快一点 大概来到了16公里 相比昨天相比半夜的时候 已经快了一些 强度它还在增强哦 刚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暴风半径 在过去三小时内 已经增强到280公里 它已经变胖了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 会是越来越大的 因此像是风力的预估 大家都要比较注意 刚提到像是台北会有7到8级 新北整个中部以北地区 都可能会有9级的强阵风 那还有基隆北海岸这一带 也可能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所以现在这个台风 看起来雨势好像会比风还要大 是否有符合我们在气象上 所说的雨台风 而目前根据气象局 总雨量的预估 新北桃竹苗的山区 预估最高都可能来到了700毫米 而在基隆甚至也会有500毫米 这一波雨势有没有机会 来帮北部几座水库缺水的情况 来解解可能 好 观众朋友应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会觉得北部的风势雨势没有那么强 但是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了 其实到今天晚上的时候 风雨都会变明显 比较需要关注的就是 目前我们台湾三座相对缺水的水库 就是新山水库 雾设水库 增稳水库 它的蓄水率都不到5成 其他水库其实今年蓄水率状况都还算OK 尤其是基隆的新山 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 它目前蓄水率只有3成1 很可惜的是 昨天虽然北台湾持续降雨 但是下在基隆这个水库 只进涨了十多毫米 尤其像是另外两个水库 其实进涨量也都不多 当然今天晚间 预估基隆平地的雨势 可能有400毫米 山区也有400毫米 所以我们都要持续的来关注 就希望说这个雨 真的能够下对地方 尤其目前 虽然赖诺它的路径 毕竟没有登陆 所以我们北台湾带来的风势雨势 当然比起登陆还要来的弱 但如果雨真的可以成功下进来 其实对于我们的水情 都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也来特别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刚刚提到的雨势的部分 北台湾平地都可能有500毫米 山区也有700毫米 中台湾很多的蓄水库 水区也有山区400毫米 所以这些雨量预估在今天晚间 都会开始下下来 我们也都要随时的来关注它 那我们也要特别提醒 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除了雨之外呢 今天还是要比较注意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震风出现 也许会有7到8级的强震风 大家外出都还是要注意 毕竟台风天 台风影响我们越来越明显 时间越晚 风势雨势都会更强 大家都要避免外出行程了 时间交换一轮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